桃園市長張善鎮緊急下車 站在國道三號路間 而妻子也站在車旁邊檢查傷事 原來兩人發生追撞車禍 還因此受了傷 醫療感謝大家關心 張善鎮從新美市土城醫院急診室 出面受訪 自己腳受傷 太太則情傷送醫 三號下午兩點多 張善鎮夫妻在國道三號 發生追撞車禍 前車車尾被撞到板筋都扭曲變形 凹陷回損 而張善鎮的車也損傷需要脫掉 原來結束行程的張善鎮開車車要回新店老家大掃除 行經國三三峽路段北上四十八點四公里 處時疑似因為沒有注意 突然追撞前方車輛 夫妻兩人都受傷 車禍也釀成後方三台車 急踩煞車 閃避不及 再發生另一起三車罪狀事故 那夫人還在做進一步檢查 確認當中 應該也是很快可以順利出院 大概鑽三的所有病人都會感覺身上 有一些不舒服 為了在農曆過年前除舊不新 夫妻倆趁假日時間回家打掃 沒有想到卻在國道發生車禍意外 還釀成兩起事故 所幸都只有輕傷 後續車禍造勢原因 還有帶警方進一步離行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謝嘉玄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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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